虽然凭借自身的智慧快速地推断出了这些 但唐三也并未如何在意 星斗大森林中出现猎杀魂兽的魂狮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今天之所以停留在这里休息 就是因为已经走到了千年魂兽与万年魂兽过渡的位置 再向内部前进将遇到的就是万年魂兽的存在了 在面对那样危险的时候 杀神领域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就会减小很多 他就必须要小心翼翼地来对付这些魂兽 以免出现危险 因此在这之前 他首先要让自身状态恢复到最佳 在这里越来越危险就代表着 他距离小五也已经越来越近了 因此在淡淡的紧张之外 更多的却是兴奋 尽管他与小五之间的关系 直到两人分离之前 才从以前的兄妹之情多了几分暧昧 但是时间的积淀 不但没有冲淡这份感情 反而令唐三想过许多许多 他惊讶地发现 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自己对于小五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兄妹之情了 他也同时能够感受得到 小五对自己也同样并非那样单纯的感情 魂兽又如何 他是十万年魂兽 不是和自己母亲的级别一样吗 唐三在乎的 只是自己与小五之间的感情 对于其他的一切 他根本就没有多想 离开浩天宗的时候 他就仔细思考过 对于自己来说 那三个任务中最为困难的 倒不是击杀一名五魂殿所属的封号斗罗 也不是在十年之内达到八十几以上 而是猎杀一只十万年魂兽 或许十万年魂兽是能够找到的 可是十万年魂兽却可以变成人 自己的母亲与小五都是这样的存在 面对强大的十万年魂兽时 自己真的能够下得去手吗 对于这个答案 连唐三自己都不知道 一切顺其自然 总要等到自己到八十几左右的时候 才能拥有那种魂环的能力 唐三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现在也不愿意多想这些 时间还很长 五年了 小五精致着交言 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他真的很期待 甚至有种想立刻将小五 拥入怀中的冲动 简单的吃了点东西 准备开始修炼之时 突然 一丝警照 从周围的兰茵草传来 虽然兰茵草这种低等生物 所能传递给他的信息有限 但是 在这片充满危险的大森林之中 哪怕只有一丝警照的感觉 也能令唐三立刻惊醒过来 毕竟 能够令兰茵草传给他警照 就证明 他自己所制造的这个兰茵草屋 是不足以保护自己的 或者 更多的是来自未知的警照 如果说来的是魂兽 唐三倒不太在意 但如果是碰到前来猎杀魂兽的人类 那么 危险性 就会大的多 在外面的世界之中 魂师之间 大多会保持平衡的关系 轻易不会相互侵犯 但是 在魂兽森林中 就不一样了 就像当初 唐三他们第一次 来到星斗大森林中 遇到盖世龙蛇夫妇时那样 很容易 就会产生敌意 尤其是当一方实力 远远高于另一方的时候 甚至 会出手 将对方击杀 唐三所在的这个位置 已经随时 都要面对万年魂兽 带来的威胁了 也就是说 魂骨出现的几率 就会很高 强势一方的猎杀小队 几乎肯定会对弱势一方的出手 万一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魂骨 那就真的是一本万利了 因此 蓝阴草警诏刚一传来 唐三立刻打消了修炼的念头 蓝色光环再次从体内散发出来 周围粗壮的蓝阴草飞快回收 眨眼间已经重新没入地面 周围的一切 依旧是那么寂静 仿佛刚才那蓝阴草树屋 从未出现过似的 飘身跃起 找了一株大树先隐藏起来 然后唐三才将自己的蓝阴领域彻底释放 精神力与周围的蓝阴草完全融合为一 唐三发现 当自己的精神力与周围蓝阴草 完全融合的时候 精神力在正常范围内 所能扩展到的地方 就都变得像是能够用眼睛 清晰看到的一样 而再远一些的距离 感受也要清晰得多 能够感触到的范围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只是还无法做到 蓝阴草 所及都能像是用眼睛看到那么清晰 这样一来 唐三此时所能完全清晰感受到的范围 大概在直径五百米左右的面积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要知道 在这个范围内 唐三是能够感受到 在这个范围内能够发生的一切 哪怕是一片树叶滑落地面 他也能清晰地感触到 随着拥有蓝阴领域的时间渐长 唐三逐渐明白 并非是自己的蓝阴领域 不能清晰感受更加庞大的范围 而是因为更大的范围 就会有更多的信息 汇集到他大脑之中 以他现在的精神力程度 已经不足以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 所以 如果想将蓝阴领域的效果 发挥得更好 所要提升的 不只是蓝阴草的威力 精神力也同样重要 只有当精神力达到更加庞大的地步 蓝阴领域才会拥有更加恐怖的效果 直径500米的范围之内 此时还没有任何能引起唐三注意的事情发生 但随着蓝阴领域的开启 唐三心中的警照 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警照是从南方传来 唐三精神力一凝 原本四散开来的蓝阴领域探查 也随之凝固 朝着一个方向 凝聚释放 探查的直线距离 立刻开始大幅度增加 当他将所有精力 都凝聚到一个方向的时候 单方向探查的距离 就会增强到原本探查距离直径的三倍左右 也就是1500米 宽约5米 长1500米的探查 眨眼间 就将范围内的信息 快速反馈到唐三大脑之中 这一次 他终于看到了 那令蓝阴草提供警照的目标 目标很大 确实是人 而且 还不止一个人 整整二十多人 在树林中 悄无声息地前进着 逐渐朝唐三所在的方向靠近 凭借着蓝阴草的辅助 唐三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二十多人的存在 当他看清这些人的相貌时 不禁大吃一惊 背后冒起一层冷汗 他仔细数了一下 一共是二十五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白衣中年男子 但唐三却很清楚 这个人绝不是中年那么简单 因为他正是五魂殿的橘斗罗 月官 在月官身后 胡列纳 斜月与炎 紧随其后 在后面 是整整二十名 气度陈明 年纪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 身穿黑色浸装的 五魂殿所属 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 唐三就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人的实力 还要在黄金一带的三个年轻人之上 而作为最后收尾的 则是一抹鬼影 鬼局二斗罗 一向都是一同行动 这抹唐三唯一无法看清的人影 是谁 自然也是呼之欲出 两大封号斗罗 外加五魂殿 年轻一代最出色的三个人 以及大批高手 这些人来兴斗大森林 干什么 不可能是因为黄金一带中的某个人 需要魂环 而来猎杀魂兽的 黄金一带 才什么级别 两位封号斗罗出战 就算是遇到太坦巨猿那种级别的超级魂兽也足以对付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高手 其他人就不值得封号斗罗帮助出手了 想到这里 唐三的心突然漏掉一拍 难道 难道他们和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一样 也是为了小五 五魂殿的势力庞大 探查到小五在这片星斗大森林之中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一想到这里 唐三顿时心急如焚 连自己控制的精神力都有一些不稳定了 幸亏在蓝银领域之中 他的精神力会受到蓝银草的遮盖 否则 哪怕是这轻微的魂力波动 也会引起两位封号斗罗的注意 唐三最怕的 就是他们已经得手了 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小五而来 停戒着如此庞大的阵容 小五如何抵挡 哪怕当初那泰坦巨猿是小五的朋友 他们能够抵挡得住这么多五魂殿强者吗 唐三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恐怖的心情 尤其是在经历过杀戮之都 与月轩的学习历练之后 他那已经成熟的心 此时日却一点也无法平静 或许这就是关心则乱吧 在唐三思考的过程中 五魂殿一行人却停下了脚步 就在距离唐三不远处五百米左右的地方 停了下来 二十名五魂殿高手飞快地分散开来 砍断周围的一些树木 清理出一片空地 将那些树木放在高地外 围做成简单的防御 而两位封号斗罗和黄金一带的三个人一看 就比他们地位要高 尤其是两位封号斗罗 聚集在一起 静静地站在空地中央 而胡列那三人则恭敬地站在他们背后 那二十名高手的速度很快 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外围的清理和防御工事建造 同时架起了一座座帐篷 显然 他们是打算在这里休息了 两位封号斗罗是住在一张帐篷的 胡列那三人则在另一间帐篷 看上去并没有因为胡列那是女性而得到任何关照 而其他的二十个人则分别住在五间帐篷之中 布局隐隐又围住中央两座帐篷的意思 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竟然没有通过语言交流 哪怕是在砍树的时候 都只是尽可能减少声音发出 两位封号斗罗与胡列那三人 很快就进入帐篷休息了 而那二十个人则分出五个人在周围巡视 其他人取出干粮进行简单处理 并没有生活 在这段时间之中 唐三的精神力始终保持高度集中 将所有能够扫描的地方都仔细地观察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小五的痕迹 这才令他心下略安 作为一名计算能力极强的控制系魂师 唐三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了 对于这些五魂殿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隐藏起来跟踪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小五而来 自己这么做也没有什么意义 有两名强大的封号斗罗存在 哪怕是在这到处都长满兰茵草的地方 想要实施偷袭也是不可能的 一旦暴露 对手必然会给自己沉重的打击 先去找小五 可唐三也不知道小五在什么地方 他也需要寻觅 那样的话 无法把握这支组成恐怖五魂殿团队的动向 对于小五来说 只会更加危险 和这个团队相比 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 他们都实在太弱小了 根本没有任何抗衡的可能 就算这些人找到小五 唐三哪能挡得住他们 哪怕是当年全盛时期的唐靠在此 正面碰撞的话 也未必能奈何这些人 交集渐渐被理智所战胜 唐三大闹中开始快速分析 权衡各种利弊 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就在五魂殿队伍驻扎完毕的时候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个大胆而危险的选择 从树上跃下 悄然收回蓝银领域 不再掩饰自己的气息 只是做出一副小心的样子 快速朝着五魂殿驻扎的营地走去 之所以这样选择 首先就是因为唐三要先知道 五魂殿这些人来到星斗大森林 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当然 这也是因为对方队伍中拥有狐烈娜的原因 有着狐烈娜这个熟人 相信打听消息要容易得多 唐三何等聪明 自然感觉得出当初狐烈娜对自己的那丝情感 为了小五 他也顾不得去利用了 如果对方并不是来寻找小五的 那么他可以一直跟随着对方出星斗大森林 确保小五没有被找到 再返回森林寻觅他的踪迹 这无疑是最好的情况 反之 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来找小五的 事情就麻烦了 唐三虽然无法阻止 甚至暗杀对手 但其行总是做得到的 他也同样可以跟随对方的队伍 随时对森林中的小五给予暗示 帮助他规避这些人 直到他们失去耐性 离开这里为止 对于唐三来说 这样做虽然有所危险 但无疑是最主动的做法 更容易控制主动权 谁 距离五魂殿营地还有百米 唐三就已经被发现了 至少有四条身影在声音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一声吏喝 还是对方已经看清他是人类才发出的 唐三摆出一副愣住的样子 满脸戒备 此时 他已经被包围了 四名五魂殿高手将他围在中央 之前通过精神力和兰茵领域配合的感觉 还不是很强烈 这时候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身边这四个人都有全面压制自己的实力 也就是说 他们与自己的魂力差距至少在十级以上 这 这可是四名魂圣级别的强者呀 唐三已经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判断了 如果不是为了十万年魂兽 为什么会派出如此众多的强者呢 你们是谁 冷冰冰的声音充满警惕 唐三脸上的自然优雅此时已经消失了 有的只有冰冷和强烈的杀鸡 正符合他当初离开杀戮之都市的样子 杀神领域毫无保留地瞬间开启 白色光运混合着极度冰冷的气息瞬间扩散开来 凭借着强横的领域能力 他硬生生的破开了四人压着自己的锁定 脚踏鬼影迷踪身形闪烁之中 已经逃离了对方的包围圈 四名魂圣同时一愣 他们自然也感觉到了唐三 故意释放的魂力气息 一个实力明显不如几方的魂师 竟然能够从几方四名魂圣的联合锁定 威压中拖出 而且那冰冷而充满嗜血杀戮的气息 更是令他们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但是这些人不愧是武魂殿专门批养出来的强者 就在唐三脱出包围的第一时间 四个人几乎同时行动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绕出 再次集中时 唐三已经又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 整个过程只是眨眼的功夫而已 也正是这个时候 这七个人的武魂已经全部释放 唐三倒吸一口凉气 呈现在他面前的一共二十八个魂环 随着武魂释放 周围的压力顿时令空气也变得粘稠起来 尽管唐三已经猜到了他们是魂圣级别的实力 但同时被四名魂圣包围 还是令他全身紧绷起来 以他现在的能力 单独面对一名魂圣 绝不惧怕 可对手却是四人 真要动起手来 他恐怕也只有能力逃跑而已 那四名魂圣也同样吃惊 他们都是这些年以来 武魂殿培养出的秘密实力 不但有着强大的魂力作为后盾 实战经验 以及各方面素质 都可以算是同等级别的小脚者 面前这个年轻人 明显魂力在几方任何一人之下 可感觉上却模糊不清 尤其是刚才瞬间脱离他们控制的刹那 更是令他们仿佛在面对比自己等级还要高的对手似的 在对手强大的压力面前 唐三的杀神领域催动到极致 浩天锤悄然出现在手中 由左手交到右手 体内魂力疯狂涌入浩天锤之内 虽然没有任何魂环附加 但浩天锤本身的厚重霸气 却立时释放出来 与杀神领域相得一张 令他暂时顶住对手四人施加的压力 淡淡的蓝光浮现在唐三眼眸之中 同时他的左手也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悄然抹过 两颗慈母追魂夺命胆已然在握 面对如此众多强敌 虽然他已有计划 却依旧不得不小心谨慎 万一事情没有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他总要自保 就在四名魂省准备施展魂迹的刹那 突然另一股冰冷气息突然从后方蔓延开来 与唐三身上释放的寒流碰撞在一起 两股属性相同的冰冷杀机 剧烈的碰撞之下同时律动起来 一时间周围空气中尽是一片白光摇曳 无数刺骨寒意穿插于树林之中 令这个范围内的树木都在剧烈的颤抖着 每一次颤抖 树叶都仿佛要掉落一般 而那四名魂省也因为这突然的变化停顿了一下 刺骨的寒流宛如无数钢针刺入他们体内 令他们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保上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保持守势